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盆里加入一小碗面粉 一小碗玉米面 手不沾面 只需要搅一搅 出锅瞬间变成美食 首先在盆里倒入150克普通面粉 再加入150克玉米面 30克白糖 3克这个高活性酵母粉 再打入两颗笨鸡蛋 倒入350毫升的温水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里一定要多搅拌一下 搅拌成这种比较浓稠一点的面糊 而且比较顺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 醒发两倍大 大家看一下这是醒发好的状态 里面全是蜂窝 然后用筷子搅拌一下 把里面的气体都排出来 准备一个平底锅 刷上薄薄的一层食用油 接着用勺子舀上一勺的面糊 然后从高处淋下来 用勺子转动几下 小饼会摊得越远 盖上锅盖全程用小火慢慢地煎 小饼的表面凝固了 拖起来翻个面 翻过来以后 同样用小火煎半分多钟 两面都煎至金黄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松软香甜的玉米小饼就做好了 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 全程手不用沾面 即使凉了也不会发硬 喜欢的姐妹可以试一下